昨天呢希望大家能夠掌薪水 因此舉行了這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那麼一口氣呢卻創下了兩個記錄 蠻難堪的 那麼包括了出席人數最少 還有資方只派了兩個人出席 另外呢這個開會時間也是最短的喔 因為一個半小時就草草結束了 這一場沒有對話的會議 沒有辦法做出任何的決議 是否要掌工資 要等到星期五才能夠再討論 好這一次呢資方之所以會大動作表達不滿 主要是因為去年開會的時候 政府跟資方才說好要等到CPI累計到達 這個到達3%的時候 才會考慮是否掌工資的決議 不過呢卻突然投資要開會 那麼資方就批評政府是朝令夕改 業界沒有辦法接受 才會聯合抵制今年的委員會開會 直接打臉新任部長陳雄文